今天頭回來看到台北市 驚發生的政議 經過的技術工序 平庫認定現在這個地下 是做一般鄉鄉天港 就要對周邊的騎駕駛 相機 都會造成安全的問題 所以府市長 立宿川是給予頂外開發 先放棄有政議的二十八 用一種類 但是六月正名請 可以再拿行政救濟 來討論回去 另外今天方式 又在提醒頂外開發的 正當事頂主要後 今天申請NR政市長 關問題和政府市長被進行 又有通緝走去日本的 關鍵日物 科技主 前面的計劃者用這輪案驚 台北市府市長立宿川 立宿和技術工序 又有另外開會 技術領域 計劃者就要跟 一老的老地板 又有比萬美圖都去好 只會在旁邊的代替到國內 又有紀立府軍十五公主 來處做成問題 李宿川也希望 頂外 先跟機構有正義的 二十八用一種類 替掉 這樣就能繼續時間 在免工庭無法受罪 也強調 如果要是 一般頂外無罪 可以拿行政救濟 跟用這種類 還拿回去 那如果假設事後 這個房子蓋了 還沒有蓋完 那司法程序也還他們清白 我想在行政救濟上面 他也可以到市政府 再來行政救濟 要回那個百分之二十 答應我在今天下班前 就會請我答案 前面的建議 另外 還有正義的立宅 用一種類的鐵條 那立宿議員都六萬機性 可以設置該土的方法 頂月集團如果現在 透過變更建造的方式 放棄那二十%的容積獎勵 我相信對於頂月集團來說 還有在地居民 跟台北市政府 是三營的局面 昨天其實李富士跟他們溝通 就是一樓就讓他全部都蓋完 然後地底下再把它加強 這個結構的部分 可是呢 如果他不放棄 容積獎勵百分之二十的話 那原則上 我們還是會要求他 不予施工勘驗 保監政辦 驚發聲暗驚 如果再去 又再提前 在愛 從電話開發黨組織 組織好 調查 以行為那些人之內 台北市政府掛門店 也有一個辦公室 組織林立文宗的情形 因為掛門店 既然既然既然 將會在十一月 吹過這麼晚 保監在這二個 國際神經會拿掛門店 也有那些人之內 台北市府政府批政信 另外對局子 科技有發佈統計 寒請廣告報 規劇也合照 既然中韓部讀